欢迎收看五期新闻王 我是徐俊夏带你挖真相 2016今猴年的台湾房市等春宴 春宴何时来呀 329档期是大家接下来等待的一个重点时间 没想到却被台经院给泼了冷水 说甭等了 已经拜拜了 甚至进一步大胆预估 2016全年房市要下修一成 那03档再一次被点名 我们今天带你看进去 另外还要来看到就是洪夏恋 眼看就要修成正果了 怎么偏偏到最后一刻 看到这些娘子夏普 居然端出了2500亿日元的负债 是要花的茶还一早吗 现在洪海郭总怎么办 要不要吸收这一笔债务 如果不的话 那么没有了夏普的易经显示技术 他还能争取到想象中更多的金苹果订单吗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这要好好想一想了 另外还要带大家关注 大地震过后 你知道我们在笼罩一股全台的紧绷气氛之中 你看到的就是非常猛爆的流感疫情 熊熊轰顶啊 短短七天居然夺走了14条人命 而且他专攻中壮年 这是非常非常罕见的 我们要告诉大家 台湾准备好了吗 韩国MERS疫情当时惨重的代价 阴见不远 今天我们带您看进去 为大家邀请到五位专家朋友 一起来关心台湾的未来 一开始我们请献哥 献哥带我们来看到就是 什么时候可以买到一个比较便宜划算的房子呢 这个台经院的这份报告非常值得我们细细的来琢磨一下 他给明了零三代 他说整年房价下就一成 我可以进场了吗 俊相我们先来看这个热腾腾的 我们台湾的失业率 我们来看从失业率过去的一个 它的报表的一个趋势来看 从去年五月开始 就像平息的天灯一样 怎么说呢 染染上升 当然我们希望说失业率像平息的天灯 染染上升之后 到高空如果能够燃烧殆尽 急速的下降 那就给它打起来 有起有落 我等你慢慢下来 大家意志好过去 偷偷偷偷 对 可笑 天灯一个去 我们不要下去了 我们在那空中一直飘 我们来看真月分 真月分跟十月分 你刚刚变一变 很好啊 好 你告诉我 拜托 他没有再上去你就欧弥陀佛了 没有啦 什么很好 你不知道过去真月分都代表是春节 春节都有一些临时工 有一些学生的打工的机会 在过去的二十年 只要刚才成为分一定是往下掉 像这样的持平在过去只有三次 第一次是2009年的全球金融海啸 第二次是2012年的欧债风暴 现在是第三次 一十年以来 赌到三次你说还好 所以说你不都看持平 以前是这样就来 你没来就比较少了 但是我会说 退一步响 退三步响 你这样讲一月持平 你说有点小紧张 对对对 那也就是一月 有什么坚持到后面更凶险的吗 当然有啊 因为你如果居高不下的时候 我们家庭的收入的收得 家庭收入就包括全部了 一定会减少 那减少以后你就不敢消费 不肯消费 对 那更何况我们房地产 动辄百万千万 你买都不敢买啦 我就是要你来暗场看 我就是要你掏钱 结果现在 扣地点越金越岩 我钱掏不出来啊 对啊 我们来看一个 我们房地产要看 先看最源头 因为我们吃贵费 败手头 如果吃水就看水头 最源头最重要 最源头就是建筑融资 就是建筑上要建筑的 建筑融资 你看过去四国已经减 五百控高益了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推案那样少 我建商盖的房子越来越少 我没有去建那么多钱 干嘛 对 不用借钱 因为没有推案就借钱 对 再来我们来看最后的 最后最后那个源头 就是我们一般的 我们买房之后 去把银行贷款的 购乌贷款 购乌贷款你看 我们这是新月 今年新月到今年十二月 再加多少 加五十亿而已 加五十亿 你一定没概念 憲哥 五十年 你看他还是在高水位 而且他还比他多 是啊 是啊 他比他多 多五十亿很好 因为你如果 你如果今年十二月 你如果刚好 因为要过后十二月 怕说今年有房市合一 一岁等等 要过后十二月 刚刚刚开始 那两贷款刚刚搬出来 所以要就够五十亿 但是你如果过去看 你看这个曲线 每一五月 只就都够一百五十亿 只两百亿 我们知道加速度 加速度的幅度减缓 这就不是好事 对 就是我们开车 起到面上用 用起不走 在那边走路 会怕 所以台政院 他看到这两三个现象 我会说 他后就是 量缩价跌 量要缩到多少 三%到五% 对 价要跌到多少 十%左右 他说大家都希望 会V型反转 我跟你说 不可能了 台湾房地产 也不要跟你走路就好了 希望是走U的 所以今天当V型快速反转 你等不到的话 至少让我等一个U 也希望不要在底部太久 我们不要胖U 是啊 是啊 胖U就台湾大条 对吧 所以我们现在看的是两个极端 是 我们来看中 中 这是底线 这是在外面在修建的 十大代销推案 这真的在书 这个算业绩的 对 不要看什么第一名第二名 我们是前十名把它整个做一个统计 统计出来前十名代销多少 一千九百几亿 一千多亿 一千多亿 也没概念 但是比两千块十三年的高峰来说四千七百几亿 刚才减六成 那真的差借了 你拚是拚啊 拚整趟天 拚才在高峰的六成而已 是啊 所以说你没概念 你会说 不用拚啊 四成而已 减六成 纯四成 所以第一名也欢喜不起来 不欢喜不起来 过去如果入榜的 只要前十名亲亲在赛 生争招拿出来都是一百分以上的 都是一百英以上的 结果现在 哇 第八名 第九名 第十名 都一百英以下 哇 吊召胜两位数 好啦 这个是2015 大家也等一等 春宴看背来不 让人家稳乱一下 2016我可以期待吗 我们也希望说这样嘛 但是台青燕 才破一个冷水 他说你希望2016 第一个档就是三二九档期 他说不用忙了 不用忙了 如果要忙 可能就看五二零一后 是不是有可能看到 那个一丝丝的曙光 好啦 讲得这么空 买家的人在这个地方 听到这里 他说 我如果要买房子 我是自助客 我刚兴薰求 有没有什么趣味 什么机会 我可以进场去看看 减一个便宜 最近很多 我跟你说 新家都没办法 旧家都没办法 所以屋族急了 屋族就开始降价 就像最近你的手机 没想到你的line 你的那個簡訊 常常收到那種房屋要急受的簡訊嗎 老實說 我自己是沒有 我旁邊的朋友 大家接很多 好 我會說不要 手機 一直滑 一直 我會說真的沒問題 我們不要說一天接十通是沒問題 三天接一通是真的 不是接到什麼南口的 不然台北市的 五行街 屋子急受的 一大堆 就說要降價 百名要降價 要降給你 就拜託你來看 我們這裡有一個網友 報了一個訊息 那也是他接到的 多少2580萬 這是第一句 第二句他說 屋子沒有第二句話 就是想趕快賣掉 出價就可以談 他急 那我們過去常常用一個形容詞 我趁你病 要你命 開這個計程可能去 趕快刮下去 又流下去 是 當然我們要來驗證一下 2880萬到底是稍微貴 我們不知道 對 我們把它靠掉 查位後 平均一年 五十六萬一 還是稍微貴 我們來看 如果過去同這個案 過去推多少 推六十七萬 這樣多少 八五折 這樣最有 沒有 八五折而已 八五折差不多啦 普通啦 所以這個其實也是現在的行情下 是 既舊屋主他已經肯 他要降價求售 我們來看實價登陸 實價登陸是50 那如果50我把它算起來 到六十七萬把它算起來 是7.44折 病啊 所以說前訊跟你說 你來就來談 我真的沒有第二句話 就是趕快賣掉 你以為他有訊給你嗎 還是要睜大眼睛看 你看 這樣有訊嗎 燙是有訊 沒有訊給你感覺很大心 你看這五十萬在這裡 你還五十七萬 對 所以說買麵沒有債服 假錢買就有 這個時候要留得稍微計算 好好的去看一下 好好的做一下功課 你才能夠買到真正心中 想要買那個合理的價錢 這個是我們看到的老屋 老屋級的對不對 是 但是我們常常講說 有些重劃區出嘛 蓋不錯啊 量體也很大 我蓋那個範圍 我會想到 當然有可能 因為他講幾量比較多 我們不是說林三誕 我有一天去月間 剛才有一個粉絲說 憲哥 你怎麼都說林三誕 到底林先生發生什麼事情 他們不是在說 他們不知道說林三誕 林三誕是林口三峽淡水 因為這三個過期的 攻擊量都很多 他現在推案推了很多 大家積極的推案 根據那個女子人他說 他說他拿口 現在要都有三十幾個案在推 三十幾案對拿口來說 那個攻擊量就蠻大的 當然這麼大的一個攻擊量 你可以砍 可以殺的那個彈性就會增加 趁著賣方的賣壓大的時候 你的range就大了 如果說淡水 淡水我們知道淡水那裡很大 而且那個淡海 那個整個 它的面積是心理計劃去的好幾倍 那未來可能是五年十年 才可能開發完成 現在有一些建築已經沒辦法了 因為台灣買的都差不多了 而且最近鋼性需求都降低 都失業率 很多的因素 包括最近又多了一個 可惜不惜 就加一個土壤液化的問題 這個黑天一出來 哇 大家又撞回去 整個買氣都收進去了 台灣人不買 不買怎麼辦 包括看一看 換來換國買 所以打包到海外去賣 這不是很久以後的事情 就是明天才就要開始了 明天才去刷 在香港的灣仔 他就開始有一個房屋的展壽會 要讓香港的人來買 但是我們來看看 到底它開的價值有合理嗎 香港人來淡水買的時候 那很簡單 自備款十五萬的工廁 六十五萬的代表 自備款就可以拎包入住 門檻降得很低 而且一個月 每個月兩年裡面 一個月都兩萬塊 四千七百塊的工廁 這寬限期啦 寬限期兩萬塊一個月 你就可以了嗎 這樣很爽 香港人可能 這如果對香港的房價 它居高不下 一比的話 很有吸引力 天差地別 所以我們也希望它這一次賣得非常好 但是反過來反思一下 這也代表說現在台灣 真的是房價太高 年輕人買不起 買不起 買不起 好 我們看到從台經院的這份報告 看到這麼多房市的山山水水 來 自備幾個重點 三二九 大家觀察的重要檔期 還沒開始 你就跟我說拜拜 這是真的嗎 還有另外 全年跌一層 就再一次又Cue到了零三代 到底是趨近真實 還是 還是唯言聳聽 台經院其實這次講的 稍微保守一點 各位 如果你把台經院講的話 乘以二 那就是事實 為什麼這樣講呢 其實下一個央行總裁 會非常的辛苦 因為你剛剛看到那個 房貸余額一直往上高 雖然它已經漸趨緩 但還是很高 這代表說去年的投資客 拿了很多銀行的錢 去投資房地產 不料現在全部都套牢 套牢如果他今天要法派的話 中獎的就是銀行 吃虧的就是銀行 所以我說下一個銀行總 央行總還會很辛苦 那光是二月份 因為現在二月快要結束了 光是二月份房仲自己的統計 成交量跟去年比 就掉了兩三成了 也就是說太冷了 地震了 其實剛剛憲哥講的都對 沒有人要買 因為這樣不敢買房子 所以我留意到一些地方 比如說好 你講零三彈 林口本來是以outlet 希望它能夠發揚光大 然後讓林口連漁屋都賣掉 結果後來發現沒有錯 林口的outlet 是一個閒物設施 所以附近房價覺得 好啦 去去啦 因為真的是閒物設施 塞得要死 人是有進來的 但是塞得不得了 塞得不得了 然後附近的環境亂得不得了 奧德達的預言 林口就是那樣 那清普也是發現 沒什麼搞頭 因為真的去也沒什麼好玩的 那現在雖然在燈會 因為過去燈會的意思就是 現在很多人 燈會一側就沒有人了 那另外我自己上網做的功課 我發現淡水有一些主流的案子 社區在拋售的時候 去年 去年大概都二十幾萬一瓶 成交價格實價登錄 結果今年現在才二月份而已 我看到其他仲介 自己登錄的成交資料 已經到了一字頭 也就是說不管是林口啦 板橋啦 房價整個兩個月之內 就修正了一成以上 所以其實有很多是你口中的 那些頭客 想盡辦法要下車 在他流入法拍之前 都要趕快下車 是的 所以那真的是 你看起來房子 很多是新穀物 所以你要去買嗎 我提醒你地震概念區 你要特別小心 因為現在已經在開始在發酵了 我們從台北市開始講 台北市內湖中山大安文山 這四個地區 不管是土壤是軟的 或者是你旁邊有山 是有土石流的地方 其實現在很多人都人心話說 萬一發生怎麼辦 我沒有在原因所謂 你是因為它可能會繼續再發生 我想這個部分跟大家也預告一下 3月13號 這個你講的detail的數字就會公佈了 官方版的 是的 所以各位 想買房子再多等一個月 如果你在這幾個區域 因為靠的時候你有問題 所以多等一個月再確定 不要說你買了之後 就像台南那個大樓 那個旅館大樓一樣 它才剛花一億多 然後花三億裝修 然後整個就起起了 對 然後新北市不好意思 只有四個區 而且四個區可能大家比較不喜歡 五谷新莊淡水跟新店 因為市中心其實像我家在板橋 可是我用資料 原來舊的資料是查 什麼都查不到 可是我相信福州那邊 可能資料是比較恐怖一點 那我家是在市中心 所以地址是稍微硬一點 但我覺得三月以後再查一次 搞不好資料又不一樣 那我剛才講是五谷新莊淡水新店 是因為過去曾經都發生過 不管是九一地震房子壞掉 或者是說那個邊坡曾經倒塌 像新店整個山頭都是山 都是房子那樣的情況 所以你要特別小心 所以聽到史未講這個 其實要告訴大家 安全 把這個安全技術放進來 然後價錢的係數多看多比較 買一個好宅 讓自己久久長長的住在這個地方 憲哥 我們常常說 台北有人家家一家 說什麼好房子都在那裡 對 結果來到台北哪有什麼好房子 光是高房價 我們在這裡價錢 我們買不去 買不去 對 沒錯 進行 我們過去來說說 沒事千萬別在台北買房子 沒事千萬 千萬不要在台北買房子 也就是說台北居真的是大不易 但是台北市最近這幾年也出現了一個撇騙 就是說從柯P上任以來 台北市的涉及的人口 竟然六年來第一次出現了負成長 這裏線下一個人口逆流向 很值得我們來探索 為什麼造成大家天動過不住了 紛紛撤離台北 因為過去那些說 準備要來台北賺大錢 年紀立社出鄉官 學育不行審不還 那些人現在包子看一看的 要回去了 不是說審不還 沒辦法 因為剛才不下去了 如果不是冠心北 沒有就冠湯 沒有就冠腳下降 甚至 回到他們原來的故鄉 話說回來 以前說台北是直轄市首都對不對 現在六都 我大家也買大錢 我為什麼一定要住台北 對啊 而且從黃假的一個重擔 讓很多的年輕人真的壓在肩頭上 而且一壓就可能二十年三十年 我們這邊有一個例子 阿鋒 阿鋒是在台中的人 台中的人在台中在地 他也去做過餐廳 也做過仲介 也做過飲食 一個月兩萬多 一個人一家寶 一人寶 全家寶 都沒問題 但是等到結婚以後 生孩子出來 兩萬多元 根本就沒辦法為了一個家庭 正常的生活追準 通常對中南部的年輕人來說 我們想說 你們想要比較多錢 去台北 去的事情比較多 他們比較多頭路 他們比較好的頭路 介紹一下不要給我們這裡一兩萬 是 沒有不對 所以他就跟他媽媽參加 我們乾脆來台北打招 好啦 有一條歌說 火車漸漸要去走 我們要來台北打招 誰的人 他跟他媽媽 換兩腳背心 跟他女兒 帶二十萬的現金 就來台北 來台北就租一間房 一間房 還好 我覺得還好 一萬塊的租金 但是 那間房很小 因為沒有一個廚房 沒有廚房總是要吃 你總是要烹調 要煮東西 對 因為廚房要給你煮 所以他就去買電磁爐來煮 來煮的 先煮煮的 就沒有廚房 換哪裡去洗 去野間那裡洗 很困難 就這樣 肚子 他們沒有肚子洗 這樣要沒關係 兩公子沒找到頭路 小孩 早上去幼兒院 但是月薄都 沒空到五六點 公子沒就要去摺回來 這如果正常摺都沒問題 最怕是什麼 公司還是說 都到那個突發事件 就是說 風台梯 提前下課 不然老闆說 老闆說 我這裡這個 老闆都這樣 利用下班五點 四點五十 這什麼 這個八十二 那我明明在八點給我 你就要加班 他切切我說 你可以不賢命嗎 是啊 所以說無話又講回來 現在這麼忙碌的工商社會 豈有不加班的道理 你要捧這個本話 你就要知道 隨時都有可能加班 是啊 老闆就為了什麼人要去接孩子 為了會完結 生活品質就覺得很結 這樣也不大 最近 因為他們公司 他本來這個 在台北找到五萬幾塊的工具 不錯啊 他沒有兩萬八 加起來七萬八 至少可以維持一個 在台北市一個 安穩小康的一個生活型態 對 但是最近他們公司去合併 合併下去 他沒有拆完 算不錯喔 但是五萬幾塊 感覺變兩萬八 兩萬八 就靠到一萬 就靠到生活費用 不如就回去了 在台北 兩阿婆賺五萬塊 這邊要怎麼生活 是啊 又輕一個小孩 對啊 所以說這個時候 阿豪也準備跟他媽媽說 把我看一看 沒有我們的不如歸去 不如歸去 我們就說 這個不如歸去 事情 現在我們看這個 今天大家在討論的 紅夏戀 蔡總會來告訴我們 紅夏戀 從四五年前 瘋瘋瘋瘋瘋走到這裡 掌打給他聽說 哇 終於要修成正果 沒有想到 最後一刻 我們這個新娘子 夏婆 淡了兩千五百億債務 你要郭董吞下去 還是要毀了這個婚約 靖相 我問你 你跟一個水姑娘 愛情長跑 潤級婚嫁 但是你連續被耍了三次 這婚要結嗎 我告訴你 再怎麼愛她 我心裡都有疙瘩了 對 好 這個就是紅夏戀 二十一世紀面板最大聯姻 但是 現在大家覺得 究竟是好事多磨 還是歹戲脫膨 這是一場 充滿了算盡的婚姻 這個差很多 那好事多磨 我們就看他磨 磨成好事 按著歹戲脫膨 我們看看誰在算盡 好 第一次 郭董被刷 2011年的6月1號 當時夏埔的前會長 丁田勝夜 是 早來講 郭董 我們日本跟台灣 被那個三星 你看 壓得喘不過氣 來 我們聯手 我們一起對抗三星 這個聽到郭董 他就插一下 直接說到新坎裡 連日抗寒 可以喔 對啊 郭董一下精神就來了 對 畢生自治 他一生就是要抗寒 對 好 來 我們開啟了 我現在拿這個夏埔 我可以從美膠囊裡面 拿到的這些技術 也可以爭取到金蘋果的訂單 是 這好啊 然後呢 雙方馬上就做了 對 郭董個人的資金 去投資 借工廠 而且鴻海 用股市的市價 550塊 一股 550塊 要入股夏埔 9.9%的股權 所以說 這一檔輕事 公告這個地方 就直接東風一吹 馬上就可以來 結成連理 對 但是郭董是謹慎的人 這真的多 是 我們來簽一個 合作的同意書 但是呢 我們要實施 事前的調查 就是我們要結婚 要健康檢查的一樣 所以先檢查一下 你的體質好不好 對 哇 就發現了 什麼了 檢查出來夏埔 背了巨額的虧損 這個消息又曝光 曝光以後 國標本來五百幾塊 不要不要不要 落到七百九十塊 好你敢在 我有先去事前提檢 剛好有寫這個所謂的同意書 事前檢查 如果沒有檢查 我們做檢查 公判 550日元 就給你買下去了 緊急 郭董就來 踩煞車了 當然踩煞車 丁田勝宴說 不行不行 你一定要帶我 來 我沒有幫你過 來 我們可以談一些條件 我不要用550 你可以用試駕 現在可以談條件 一開始我們這個 我愛紅娘的時候 大家碰在一起 還有550塊 只是在談得很高 我沒檢查說 你有聚合虧損 我真的550 我們就用那個市價 一百到兩百來談 但是後來 當然這個沒有談成 後來郭董 2014年6月18號 接受了這個日本的報紙 東洋經濟的時候 把當年的事情就爆出來 就說他被夏浦騙了 這是第一次 所以你看 20146月 郭董如果沒有說出這句話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轉折 不知道這個內幕 那之前 可可可也不會 蓋你一次這樣不中 所以說 你可以看到第一次 夏浦的這個社長 跟郭董開了這個價 如果沒有把身體檢查一下 你不知道錢坑這麼大 後來一併叫麥哥 沒有這樣 你五百五太貴 不然變成兩百 好嗎 對 我們想說 成吉思汗被騙了以後 應該天下的美女 你怎麼漂亮 我都不會帶 對 隔了一年以後 又來了 又來第二次了 然後2015年4月 這個高橋新山 就是現在夏浦的這個社長 這個時候 已經換了第二個社長了 對 換了社長 他說夏浦 要把這個面板的事業分拆 但是分拆以後 條件很高 他說 我不把算找紅海 面板 因為泰能 他很虧損 面板是他的經濟母 所以說姿態擺得很高 很高 好 高橋你這話講得太滿了 對 過沒幾個月 八月的時候 四個月以後 這個虧損累累 所以他就重新改口說 我不排除重組面板的事業 而且我考慮跟其他公司合作 甚至你要用超過一半的股錢 來入主我夏浦 我都可以接受 開綠燈開大門 以前是9.9% 比較多也不給你 現在說可以過半 都可以談 這個聽在 這個這個 郭董的耳裡 我郭董就馬上 我鄉親時 我之前被你耍了一次 又立刻提出了 收購的一個計畫 你再拆一下 這樣 我以為 本來事情 這個水到渠成 陳曉金來了 什麼意思 9月馬上刷出來 你看 他鴻海向夏浦求親 但是 有另外一個 INCJ INCJ何許人言 日本的官民基金 是 大家籌一個基金 他說不行 夏浦這百年老店 這關鍵的技術 我們怎麼可以流到海外 這個實在是 血濃於水 你這INCJ出來要跟郭董拼 郭董怎麼拼得過他 INCJ 很重 他很寒酸 只出三千億日幣 總共就三千億 郭董呢 郭董 我一定要加碼 所以2016年1月的時候 郭董親自回到日本 你出什麼 我從本來出價了五千億 再提高到七千億 那就沒得比了 他總共總共三千億 郭董是不是可以出到七千億 夏浦怎麼也要 價錢差那麼多 所以這個郭董就說 對面對媒體 在2016年的2月5號 過年那時候 他就說 我們已經獲得優先的一談判權了 只差最後一里路了 哎呦 高橋新山馬上出來打臉 怎麼了 他說 雙方僅同意收購的邀約 延長到2月29號 我沒有馬上要管喔 夏浦你這間公司到底是怎樣 你怎麼還不知道 你幾年前你已經晃點我一次了 這一次都已經談到這裡了 郭董都已經飛到日本 還開記者已經說 講說已經獲得優先的談判權 你還打臉我 對啊 這次二度迫起 又被甩一次了 好 最新的發展 你看 就是在2月25號的上午 已經傳出來 夏浦不是召開董事會嗎 最後接受 就是鴻海的這個條件 終於修成正果囉 鴻海用差不多7000億的日元 是 2000億的這個台幣 六祖夏浦 而且取得66%絕對的股權 你看到 從幾年前 四五年前9.9% 一寸不讓喔 中了給我9.9% 現在他讓出了66%股權給郭董 應該是決定的 決定的 昨天的大陸文武的事情 沒錯 下午又變化了 怎麼了 下午說 鴻海宣布緊急喊卡 好好的事情 你怎麼半路再踩煞車 因為突然夏浦送來一個 我們有一百項的貨有負債 貨有負債就是說 它很可能會變成負債的 比如說 員工退休金 你要給人 再過來 我以前夏浦跟人家法律的訴訟 我訴訟輸了 我要賠人家錢 這一共三千五百億 等一下 等一下 那東西 對不對 你要計劃 我要來帶你 大家條件都說好的 以前你如果條件又好 一百億你就要先彈出來 你這個時候 最後一刻 你想要花錢一走 員工退休金 你給人家打官司的錢 剛好什麼事 其實談判之前的時候 紅海有問夏浦 對 夏浦說 我這個貨有的負債 大概就是一千億日幣 一千億 現在怎麼辦 要結婚了 變成三千五百億 中間的這個價差就兩千五百億 對啊 這個不是小數字 所以郭董就是 好 那我們暫時冷靜一下 等待進一步的發展 結果現在最新的消息 秦皇 聽到這個地方 國際併購 那是何等大的事情 剛剛蔡總有一個比喻 非常好 我要跟你找 我們兩個也要先去健康檢查 我得知道你有多少錢坑 有這種半路丟出來 陳咬金說 這所謂的黃海潮警 找我多了一筆債務 這個查不到嗎 郭先生你想想看 夏浦是不是在日本的上市公司 是啊 他只要是上市公司 今天夏浦自己也發了聲明 所有的他必須要按照 所謂的會計準則 去揭露他的所謂的 貨有負債的資訊 也就是說那些資訊 今天只要鴻海 我們都知道鴻海的法務很強大 鴻海的財務也很強大 他只要願意去查那些資訊 一定查得到 所以理論上 我其實合理的推測 我覺得鴻海其實應該 本來就知道那些資訊 可是他並不知道 我們現在掌握到的都是 鴻海被夏浦突襲的感覺 對 可是我們剛剛講就是說 他其實就有發聲明說 他按照會計準則 一直要去揭露這些 他都有揭露這些資訊 所以歷年的所謂的夏浦的 那個所謂的財務報表 應該會有這些資訊在裡面 他其實是不應該不知道的 那我問你 既然這個資訊都已經公開透明 鴻海的法務團隊要查 是查得到 那中間的盤算是什麼 夏浦今天出來的聲明 又在講一件事情說 雙方的所謂的收購談判 還在進行中 換言之這個談判還是進行式 也就是說我們當然某種程度 可以合理去推測 這是一個在談判過程中的策略 或是手段 那雙方到底要交易什麼事情 或是郭董還想要爭取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雖然不得而知 但是我們可以知道是說 這有可能是在談判過程中的一個手段 聽完我們看到一個最新的動作 就是郭董開始喊咖的時候 高橋社長夏浦的這個老闆 立刻飛到大陸去見郭董 看起來很急 他怕什麼 他當然是怕這個 一方面是夏浦也怕不成 但是其實我覺得在這個案子裡面 這個併購案裡面 我覺得他其實到最後成的機率 還是比較高的 為什麼 因為其實我們知道就是說 郭董其實在面板這一塊布局很久了 當初在2010年的時候 就是說郭董讓所謂的奇美 群創 然後跟同寶的T3廠 他把它併在一起 他是很有企圖心跳做的 就我們所知他在2011年的時候 郭董是常常跑到竹南的那個群創的廠 直接找這些所謂的RD開會 可是很遺憾的是 就是說在群創的這個 在面板的技術上面的突破很有限 最重要就是我們剛剛談到的這個 所謂OLEDOLED的技術 這個OLED是什麼東西你知道嗎 這個OLED就是讓我們的面板 可以變得更薄 然後可以讓我們面板變得是可以彎曲 然後它可以讓畫面變得更漂亮 那這個技術很難 因為過去台廠在做的時候 量率都不高 那即便是量率最高的 就是說那個LG 到去年做出來 量率也只有到65%而已 所以這個東西是郭董最想要的東西 所以蔡總我們這樣聽起來 從郭董的角度來看他的話 通常一個帥哥一個美女 流來流去流成仇 你一再晃點我感情都磨掉了 為什麼苦苦追求夏普 原來背後夏普有他一直想要的技術嗎 對 其實紅海集團 也面臨了一個轉型的問題 是 他都做那個什麼 組裝嘛 彈工嘛 比較下游 理順越來越薄 我現在如果往上垂直整合 我如果把夏普架下來 當成一個怎麼樣 抗寒黨中的一個重要的槓桿 這樣我產業就升級了 所以我們知道說 今天最珍貴的那個 關鍵的技術就是剛剛親王口中說的 夏普他們擁有非常難得的 一經顯示的技術 抗寒我們聽到 為什麼要去黨中 對 黨中 因為我們現在的面板 叫大陸的面板 打得喘得不過氣來 你看 現在假如紅海入骨的這個夏普以後 加上什麼群創 間接擁有全球20% 大尺寸的面板廠人 而且我技術比這個中國好 我就把大陸的差距拉開 至少領先五年了 所以黨中在這個地方 我們一人出一行 你有技術 我有市場 我們就天下無敵 准此要領 抗寒又是什麼媒體呢 因為夏普百年老店 對 人家那個技術很厲害 Lotps Igdo 還有親王講的OLED 這些都是怎麼樣 都是蘋果最重要的東西 但是蘋果也不想說 都讓三星乾淨去 來來來 郭董 我們配合一下 你去吃夏普 我蘋果背後幫助你一下 所以親王我們看到 剛剛蔡總 待會兒我們看到兩個脈絡 黨中抗寒 甚至抗寒 還有所謂的黃金三角 這個戰鬥團隊 看起來郭董真的對於夏普 他有不得不把它吃下來的道理 對 沒錯 而且因為最重要的是什麼 因為蘋果宣布說從2018年開始 就要把它的這個面板 iPhone的面板換成是什麼 換成是OLED的面板 所以當然你知道說 你知道鴻海去年4.48兆的營收 這麼大的規模 裡面有將近一半都是來自於蘋果 所以今天蘋果要什麼 你當然要給它什麼 那今天蘋果要什麼 蘋果要的是OLED這個很漂亮 就可以讓面板更漂亮 而且更薄的技術 然後蘋果要 剛剛我們看到有個IGZO IGZO是什麼東西 它可以讓 讓我們這個面板的耗電量 降到只有原來的20% 所以變得更省電 所以蘋果今天我要更薄更漂亮 更省電的面板的時候 今天你郭董想要做蘋果生意 想要做更多 你當然就要給我 所以對郭董來說 去買夏普是它不得不 而且是一定要做的選擇 所以這是存亡關鍵 一定要做的一步棋 沒錯 一招 所以蔡總 我們進一步來看 就是今天卡在這個地方了 要娶它 不娶它 接下來會怎麼發展 面對這個假面新娘 是夏普 假面新娘 紅夏鏈 三種可能 第一個 不計前嫌 我取訂了 對不對 你還是有技術 金蘋果訂單 但是 你多吐出來的那個2500億 我就要吞了嗎 對 馬馬橋 第二個 謝謝再聯絡 紅夏鏈破局 你這個夏普 你去找INCJ吧 第三個 冷靜一下 我們等一等 我們再來好好的把這個條件想清楚 但是在這個投資面當中 紅夏鏈即便修成正果 好像很多的外資都唱衰 他們怎麼看紅海 霸龍 這個很有名的財經雜誌 他說 不過 僅是 這個夏普 這個價錢沒有那麼高 你出那麼多 以後還有負債 所以 擔心紅海的財務能力 你精明兩年的獲利 可能會被稀釋 所以如果你買貴了 說一個比較低的 你會用共搬 好 巴黎證券 他把紅海的投資平等 居然直接調降了 這嚴重 因為你要拿7000億 對 紅海你要去籌措這個資金 籌措資金了以後 你本身怎麼樣 可能你的獲利能力 變不好了 對 再來大和政見 這是日本的 日本的 他說紅夏鏈 假如成真的話 短空長多 短空就是這個國賓欄 一樣會稀釋他紅海的獲利 對 長多你可以增加面板的產能 看起來這個大和政見的說法 還蠻可觀的 最後這四個字 我們就有興趣了 短空長多 清皇 最後會不會著眼這個長多 我就是要你的 液晶顯示器的技術 最後終於吃下夏普 沒錯 因為對科技產業來說 技術其實是核心 技術是關鍵 就是說紅海現在為什麼很需要夏普 就是要夏普手上 我們剛剛講的 ICZO的技術也好 或者要他所謂OLED的技術 因為這個技術很難開發得出來 然後更重要的是什麼 未來這個技術 因為OLED的特色是什麼 它還可彎折 可彎折讓你對未來的市場 想像空間更大 我們回來你想想看 你的手機或是你的平板 它是可以彎折的 所以我可能打開是平板 可是彎折起來 它又是我的手機 我折一折我就收在我的手袋裡 沒錯 所以郭董要的 郭董著眼的是 更長遠的市場的佈局 所以今天為什麼 他一定要夏普的原因 是因為這對整個 紅海集團的未來 其實才有幫助 蔡總 從投資的觀點 從投資人的觀點來看看 你覺得紅海未來跟夏普 這條路走下去 乃至於進一步 對投資人的權益 你怎麼看 我覺得對夏普來講 可能股價面是利空 為什麼 紅海的這個 進來的這個價格 已經比他現在價格 股票還要低 紅海才會進來 但是對國內的話 紅海老實講 真的做下游很辛苦 現在沒事核碩還跟你 分蘋果的訂單 所以你一定要往上 往上的話 你只要吃一下夏普 合理的範圍 而且你要把那個財務面 安排得好 你究竟是要花債 或者蘋果借你一筆錢 銀行或連貸 那最不好就是說 他花行新的股票 是 花行新的股票的話 股本 紅海的股本本 本來就很大 越來越大 那可能未來的一兩年 還看不到這個成果 但是紅海的美股盈利可能往下 這時候投資人就要注意 你就要等到比較長的 觀察一段時間 才能去投資紅海 所以蔡總 霸榮當然也是擔心說 會增加股價 因為買貴了嘛 但是我們看到最後 大和證券說的短空長多 你贊成嗎 沒錯 這個短空可能是一年到兩年 又是有一個領先指標 就是夏普的財報 能不能變好 現在郭董話有時候講得太快 他說我經營的團隊 對 我夏普都不動你 然後我也不分拆他的事業 但是現在夏普一年 賠掉兩千多億日幣 你假如紅海進去的話 每年要貪 以他的66%股錢 要貪台幣300億 紅海一年賺1500億 就五分之一的錢 就要賠在這個 填那個錢坑前三年 所以還是要把夏普 該裁員的 該更動團隊的 還有把他賠錢的那個部門 比如太陽能的部門 要把他怎麼處理掉 這樣可以加速 紅海的短空的時間 把他縮短 好 夏普練最後 會不會終於修成正果 我們當然持續新聞完 要跟你一起來關心 不過燕麗 現在要帶我們進入這個話題 是眼皮底下 你完全不能忽略的 我們說的流感 他跟海嘯一樣 直撲我們而來 多可怕這個流感 對 俊相 現在出門真的就像作戰 因為你一定要把口罩給戴起 為什麼呢 因為這一波的A型流感的病情 實在是太嚴重了 你這樣讓我想到 當年那個SARS的時候 我前面背我那個小朋友 才十個月大 一樣照一個口罩出門 對 有多嚴重呢 這是疾管署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統計 在過去短短一週之內 就有高達14個人 因為得到這個流感而往生 你說一個星期 就奪走十四條人命 那慢慢是老的老 小的小 總是抵抗力比較弱 對 我們來舉一個實際的例子 其中年紀最小的是誰呢 是一位四歲的一個小女童 對 那坦白說 她平常並沒有什麼 特殊的一些慢性疾病 也沒有遺傳性的一個先天疾病 那媽媽是發現她 連續發燒兩天之後 情況有點不對勁 就立刻送到急診 結果沒有想到 這個急診醫生做了診斷之後 立刻又轉送加護病房 那麼真的很遺憾 轉到加護病房不到一個禮拜 結果呢 小女孩就因為病發了肺炎等等 其他的病發疾病而往生了 只是一個感冒耶 媽媽可能一開始都覺得是 普通感冒而已 拿個藥躺一下打個點滴 回來就沒事了 怎麼會這麼猛爆 各位更可怕的是 我剛說老的老 小的小 錯了 他專攻中壯年 像我們這樣的年紀的人 都要提高警覺 他有多可怕 我們該怎麼防護 等一下回來繼續說給你聽 說到這個非常猛爆的這一波流感疫情 繼續燕利要帶我們從不同不同的視角 從學校 從醫院 從患者 從他們的生命歷程當中來看看 他到底怎麼樣威脅著我們的生命 對 君像我先請教你喔 過去我們曾經放過颱風架 也放過地震架 但是你印象當中有沒有放過流感架 沒有啊 什麼時候流感架 你真的往前推推 推到那個真的是特例中的特例就是SARS 你講流感 我不記得有一位流感 但恐怖的事情發生囉 現在流感架ING正在進行事當中 所以只是因為 不能講只是因為 他已經奪走這麼多條人命 因為流感 學校開始放假了 對 我們來舉一個例子 林孔有一所學校 有一個班級呢 班上有31名的一個學生 是 開學之後呢 有其中一名小朋友得到流感了 那本來呢 這個家長學校也覺得不怎麼樣嘛 就沒有想到呢 這個疫情 哇 好快的一個擴散喔 就像病毒一樣快速的傳播 是 很快的 兩個小朋友得到流感 四個八個 天啊 十四個就得到了流感了耶 你看看 教室扛扛扛 小朋友一個就沒有 所有的東西全部都沒人做 消毒過後全部都stand by 等學生康復回來 沒錯 全班也不過31個人 然後過半得到流感 那這個家長跟校方當然很擔心啊 立刻呢緊急討論之後 決定要來停課兩天 進行消毒做一個處理 那你講林口 會不會就林口這個地方呢 當然不是特例嘛 因為全台市流感都在肆虐當中 包括我們統計囉 台北現在有十個班級也在停課了 那中部的彰化雲林嘉義有十四個班級 那更不要說呢 高雄也有十五個班級在停課當中 各位 台北十個班級 中台灣十四個 南台灣高雄十五個外共 這哪前所未見 這是南北全部都淪陷的概念 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春節假期 前陣子剛剛過 南來北往這麼一混過去之後 大家都中 也是有可能 那不過呢 這個全台都被流感四個月當中 最辛苦的是誰啊 醫護人員啊 那是醫護人員嘛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這個米勝醫院的院長 他就在他的FB上就破文 他就說 這一波的流感的威力 就好像是海嘯一樣喔 因為呢 這個醫院還有加護病房 早就被流感的患者給擠爆了 沒有 對 那更不要說 有一位醫護人員也形容說 今年的醫院急診中心 更是災難中的災難 為什麼急診中心每天有三到四個 重症的流感的患者 要僅有這樣的一個插管來治療 你說到這個插管 你說到米勝醫院 各位 我們的記者 記者到米勝醫院去訪問到 發文這個記者 這個主治大夫 你知道他怎麼講嗎 他說天啊 他一二十年沒有看過這個景象 他說直接在急診室插管 結果他打了電話去樓上說 人可不可以上去 還在等 還在等 等不到病床 然後就向外求救醫學中心 我可不可以送過來 你不要再送過來 你不要再送過來 我猜這個醫院應該是林口 那邊也爆了 完全塞不下了 對 事實上現在很多的急診中心 呼吸器 推床 全部都是大缺當中 所以真的是流感非常非常嚴重的一個情況 那流感的傳染力實在是太強了 那有一位醫生娘呢 她就覺得說 平常的先生 這個在醫院看著真的很辛苦 又沒有辦法吃到熱騰騰的便當 這樣子好了 我把便當做好送到整間 讓我先生吃 很貼心吧 我覺得這一餐吃下去 再累 值班再久 體力都能維持了 對 可是沒有想到 醫生娘也不過把便當送進去整間 話還沒講到兩句話 回來了 沒有多久 既然得到流感了 怎麼這麼嚴重 她穿梭長廊 找到家人 放完便當兩分鐘之後 再同樣回家 這樣就染病了 對 其實待的時間 並沒有太久對不對 對 她有另外一個民眾也說 好奇怪喔 她明明只是陪著她太太 到急診中心去逢傷口 因為她太太出了一些狀況 結果沒有想到一樣 待的時間沒有太久 天啊 回來之後沒幾天 她居然發高燒得到流感了 各位 我們剛才聽到尋找 逢傷口 那是外科 她不是為了感冒去醫生 這樣也對 對 沒有錯 所以剛剛一直講 這一波流感實在是太誇張 可是觀眾朋友聽到之後 可能會覺得說 流感那應該就是我們把家中的老人 小孩顧好就好了 反正我們青壯你的抵抗力強 對不對 通常是這樣子啊 老的老小的小 該接種疫苗的是他們 不是我們啊 沒錯喔 為什麼 因為我們來看疾管署公佈的一個 最新的一個資料 從去年年中到現在 大概有69名的一個死亡名單當中 二十五到六十四歲的一個青壯族群 佔比居然是超過一半以上耶 好 我們今天關心流感疫情到這個地方 燕利 我剛剛一開始有講 我說 我在懷疑會不會是因為春節假期放了九天 南來北往 大家就全部都和在一塊兒了 那還啊 今天看完新聞網 明天開始又是三天連續假期 欸 我又開始煩惱了 對 沒錯 因為特別是放廉價嘛 大家就會去想說 那接下來到底怎麼辦呢 可是感覺上好像特別是我們這個雙北應該是 柯P應該趕快出來做一做相關的一個防疫措施 對不對 你作證吧 現在對不對 你剛剛看到 多少學生都已經開始放那所謂的停課的價了 對 可是我們現在柯P在忙什麼呢 忙著他的一日雙塔的一個心願 所以今天疫情已經橫行到這樣子 柯P還要去忙著一隻手騎腳踏車 對 他為什麼要騎腳踏車呢 大家記得吧 之前他的一日雙城 對 廣闊好評 是 這個媒體報導是非常非常的熱烈 所以柯P說 我現在要來挑戰 所謂的一個雙塔 就是從富貴腳的燈塔 怎麼樣騎騎騎騎騎 騎到鵝鵝鵝的燈塔 全長是五百二十公里 天啊 好長的一個路程 柯P他怕他的體力無法復合 所以每天要練習一點五個小時 我覺得人民看到柯P這樣 你平時我們當然也來拍拍手 不過這個時候非常時期 人民在受苦 在接受這所謂的流感的侵襲和威脅 你 當然你市長 Superman 你一日雙城 你這麼用 你的子民 你的市民在這裡受苦 在這裡揮揚 你應該要作證啊 所以柯P市長 請教你 你會不會太瞎了 為什麼 因為流感疫情這麼嚴重 我們看到現在就連高雄市都已經啟動了防疫措施 而且他們採取的一個方式是料敵重嚴 也就是說 如果說你這個班上的疫情有擴大的一個趨勢 我就先停課再說嘛 關你到底是不是一個流感 那現在呢 就連柯P這樣的一個行為 很多市議員都看不下去 市議員就批評說 柯P你自己是醫師出身喔 對啊 沒有督促教育局來提升校園防疫的風險的意識 萬一疫情擴大 誰來負責嗎 還有我想請教柯P 柯P你不是說你是SOP控 SOP狂嗎 請教一下 疫情發展到現在 台北市到底有沒有SOP的這樣的一個 防疫的一個機制呢 今天為什麼我們要把柯P一日雙台 這本來是好事 我必須強調 市長身體好 市長示範給我們看 騎車樂活這絕對是好事 但是偏偏這個timing 我們說流感防疫 這戲劇料敵從嚴 勿視敵之不來 事無由以待之 那想說這麼嚴重 因為陰見不遠 南韓的MERS擺給你看多嚴重 就是因為你輕忽了嘛 對 防疫做得不好會怎麼樣 會動搖國本啊 這件事情我們一點都沒有誇到 我們可以從南韓呢 這個MERS的情況 得到這樣的一個陰陰這個教訓 怎麼說呢去年五月發生MERS的時候 韓國也覺得這個病毒 我們沒有研究啦 不用花太多的一個力氣去處理 結果真的是輕敵 一時之間呢 這個南韓呢 就陷入了像是末日的一個情況 包括呢 有人不來了 因為觀光客都逃跑了嘛 是 那麼航班取消 觀光客說我要退廢 我不要去南韓 那鬧群根本沒有人 非常非常的一個冷清 馬路上全部都像死城一樣 更不要說股市大跌啦 所以當南韓政府當時他以為說 這只是普通的感冒 他就是去拿個藥 打個針打個點滴就沒事了 結果你看到全境蔓延 今天衝擊到的是旅遊市場 衝擊到的是你的生活的秩序 衝擊到的是你的金融秩序 這影響層面之大 對影響層面之大 包括觀光包括內需 包括消費等等 通通都會被影響到 所以我們來看一些相關的具體數據 也因此當時的南韓的電影院的觀眾人數 跟去年同一期比較起來是 大幅少了一半左右的一個人數 那去看棒球的人也少了快四成 那去博物館更不要說是驟降八成 去遊樂場的人也少了六成左右 大家都不敢出門了 你只要想到我們當時SARS的時候 能不出門盡量不出門 能不握手不握手跟你保持一公尺 對 因為我們真的都有警戒心 那當時因為南韓 沒有這樣的一個警戒心 導致像是他們手吻民棟 是很多觀光客很喜歡去 Shopping的一個地方 那賣化妝品的一個銷售員 他就說之前MERS還沒發生的時候 我們真的是人潮汹湧 這個接單接不完 可是MERS發生之後空無一人 而且陸客不來了 之前陸客是坐了一輛又一輛的巴士 幾乎都會把我們的馬路都給塞爆了 陸客不來 這就很嚴重 你叫他們賺什麼 荷包扁扁 對 那更不要說 韓國首爾的南韓區 大家都知道 整形非常非常有名 很多的亞洲女性朋友 都會去那邊整形 發生MERS之後 大家通通都不去了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是 南韓MERS那個階段 不是說我今天驗歷在這地方 發那麼大的脾氣 我們真的不得不擔心 還是那是個字 料敵從嚴 對 我們總是希望把所有的 防犯做事做好 你才不會發生任何的一個遺憾 好 剛剛提到這個郵輪逃離的一個情況 因為市上非常有名的一個港口 就是首爾外港 叫做仁川港 好多這個郵輪 紛紛都會到這邊做一個停靠動作 然後再去首爾做一些觀光 可是發生MERS之後怎麼樣 大家都不去了 因為根據這個主管海洋事務的一個單位統計 MERS爆發之後的半個月之內 單單是坐郵輪的來的觀光客 就有五萬名逃離 他們說我們寧可去日本也不要來南韓 各位 仁川港 這麼有名的景點 曾幾何時變成了瘟疫港 他們的離境居然前撲後繼變成逃難潮 好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來看看 這一波可怕的流感 會對我們的生活帶來什麼衝擊 不要走開 繼續燕利要告訴我們 當年南韓這個MERS全境蔓延 因為你一個疏忽 結果你看損失這麼慘重 南韓政府怎麼來收拾 對 因為南韓實在是太輕忽 觀光客不來 那這個時候他們為了亡羊補 想出一個很瞎的方案 也就是說你染病 我們就送你大筆 鈔票線觀光客趕快回來啦 這是什麼口號啊 你今天讓我不敢安心的去那邊旅遊 其實跟你對賭嗎 我怎麼會拿命跟你對賭 對 就像你知道嗎 送你多少錢三千塊美金 也不過就是九萬台幣 問題是得到MERS的自死率是高達35% 你要錢沒命花啦 所以你敢不敢啊 今天千皇我們可真的要提高警覺 我們不是祝雖台灣 變成南韓MERS那個年代 但是是不是真的應該料敵從寬 你可不可以給政府什麼樣的一個建議 我覺得我們政府現在應該要趕快 尤其是我們台北市政府 因為台北市實在 這一波流感得的人太多了 而且我們的柯P本身自己 又是醫生出身 所以照理說你應該在這個時候 自己率先帶著這個什麼市府官員 趕快去演你出一套好的SOP出來 看看到底要怎麼做 要不然開玩笑 小朋友如果在群企都互相交替感染的話怎麼辦 因為這一流行看來可能是怎麼樣 對小朋友的傷害可能是很大 所以我們覺得在這個時候 柯P在這個時候 應該要自己出來 甚至什麼呢 自己出面告訴民眾說 台北市政府現在的SOP 台北市政府現在要 對於流感的處理措施是什麼 由他來出面做信心喊話的時候 一般民眾聽了才會比較有擔心 要不然在這個時間 我們大家做事的這個疫情 不斷地一直在蔓延 而且我們看了好多自己 旁邊的親朋好友 相繼的就是得到這個流感 而且我們看了也都很心痛很難過 可是在這個時間 你會發現 我們好像下面對一個空窗企業 你住人會也好 拍廣告也好 你應該告訴社會大眾 這個時間應該是政府要出來出面 尤其是政府首長要出面 告訴民眾